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现在晓得这些吃都是些啥意思了啊 现在最关键的 我觉得一个直接去找猪老板 他说的他喜欢现场 哎呀 哪怕就算便宜点吧 二十万我都卖给他 二十万都卖 你想得都安逸哦 现在的情况是人家根本不敢买 你想比较违法犯罪哦 两碗两碗 我还不晓得你这老婆的状态是老花还是豆花 你认为人家猪大老板 那么那么大老板 是你两碗想见就见的啊 那 那这个两碗块的缺口咋办呢 要找工作 当包安是 包安好点钱哦 够不够啊 我们都是好兄弟咋 要不然这样子嘛 你们几个都留在父亲 我们一起找个工作 美国找个工作 帮了我挣钱的花大 要不然这样子 你管你老婆的真的装的是豆花 那你猛吗 行 说去说去 谁给你点个摊 咋子快哭 咋子快哭 我们是不是好兄弟哦 三个九子 哎呀这个四个味儿 咋子乱咬人了 我这胖 我这胖 把那本给我抓到 哎呀前面 哪有麻烦把我抓到好呢 好 把这前面啊 我这儿好 是 哎呀 谢谢谢谢 谢谢你 大公 谢谢你帮我把他抓到家 三伯娘 大公 我跟你说嘛 我在那边走路 我谁都没人都拉过 突然跑出了个疯狗 莫名其妇就把我熬到家 你看我的手 哎呀 打狂犬一秒的钱 那的主人要赔 你看我的手 至少一个我心就懂不到 这个武功费 那的主人要赔 如果今天 把他这个主人找到家 那要赔我的钱 没找到他主人 我非把这个狗儿刮也不扣 大姐 别启动 你放心 我一定给你主持公道 哎哎哎哎 这哪个狗主人 再不出来人狗人 我倒数五个数 再不出来我就把狗儿给你刮了 我说 我说 四 四 四 三 二 哎 这是前面的嘛 大姐 你认得到我啊 天天怪怪 你认我不到了啊 大姐 你刚才不是来找我推门票的嘛 门票 啥子门票 哈哈哈哈 不是就好 大姐不好意思啊 我记性不咋个好 还有这段时间了 我的知名度有点高 福生多半人都认得到我 大姐 你喊天天就喊天天嘛 你喊人啥子乖子乖子乖子 你看郑导人 听得多不好的 要是我老不听得了 怕不高兴了 来来来 天天眼儿 过来我抱一下嘛 哎呀乖 过来我抱一下嘛 哎哎哎哎 大姐 你 你都说啥子 你怎么都不合适啊 你再喜欢我嘛 这高兴归高兴 光天化着的 你又是一二又是抱一下的 我也说 是有福之福 光天 我不是的那个人 哪怪不你喲 你个是自作的去 哎 你刚才猜说的 天亮抱一下的嘛 不是说抱天亮啥 不拉的嘛 这 这我个儿叫天亮啊 哎 你眼睛是那咋子喲 你看看那个派本系的啥子嘛 天亮 这大的眼睛看清楚 天亮 好好好 太好啊 昨晚你妈妈找到家 赔我的钱 哎 你都清楚啊 我不是狗了嘛 天亮是豆花祖子耶 身家要的狗 晓不晓得喲 那身家要一家人好兴起来喲 就连没了牌棍 我都自己吃 露到这个呢 哎呀 你不晓得 那狗狗了喲 身家要收到十多斤 那都不都吃得不得了 还到时候才都搞事 哪个找到狗儿 就仲伤哪个 仲伤 仲伤 这个疯狗儿 还不得了 仲伤 找到哪里主人家 把钱赔啊 你再说 你咋子 你伤得他咋办呢 你真清楚 是他咋的咋 不是我伤得他 哎哎哎 我说你了大姐 你戴个眼睛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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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的 看见人还不错 你咋我真说俯话 哎 他咋的你 我说你 他那么点大根 你那么大一坨 他咋咋的你哦 再说了 要是被狗儿咋的的人 第一反应 是一大狂犬玉妙子 哪里面都不要 就拍到他要钱的哦 你看 你再看你的手 哪里想咋的呢 你看嘛 就是自己拿那花子了嘛 你还在来栽赃他 你怎么说的 我跟狗都流 我说 今天我就要为天亮 主持公道 哪个要欺负他 闷都没的 哎 宝宝 你刚刚都说 跟我主持公道 咋子你听到说 这狗的 是神家来狗 你喝着狗样的名字 你就马上去翻脸了呀 呸呸呸呸 哎呀 哎呀 用哭着去的这 五钱多了 你是不是想 瞧再来说 人家神家要吗 嗯啊 哥哥哥哥哥我奉勸你 心思放针的 早点去打针 今方眼关门都打不到 你 你 你我他 嗯 嗯 跟你说不清楚 嗯 哎呀 哎呀大子 我呢 程老师傅 你在吃点吗 程师傅 你吃点东西嘛 你这一天 他才吃两个东西 你这样子才要不得 要不得哦 程师傅 多少吃一点 哎呀 天亮不回家 快吃不下你啊 那这样子 所以的人都放下手中的事 全副身去找天亮 找回来以后 重上 好 要得寻你 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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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亮乖 天亮 天亮听话哟 天亮 天亮最乖 对啊 天亮 天亮最乖 不是啊 不要照顾 好 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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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天亮 别想想 哎 胡叔 你们这都干啥子 这个是天亮 她 她叫天亮 嗯 这个才叫天亮 对头它才是天亮 来头 它才叫天亮 天亮乖 它们都叫天亮啊 对啊 你们的狗都叫天亮 我的狗才叫天亮 其他呢 都是像浑身之处上进的 你们的狗 也像天亮 我的狗就叫天亮 你是天亮啊 那我就是天亮他妈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人家我生死我心情不太好 看到狗都没找到哪儿去 所以现在不想见人了 大家都回去嘛 回去回去 大家回去吧 你们不要去一起 不好意思啊 各位大姐的妈 不好意思 你们都想回去嘛 你咋子 我找我老孩 老孩 哪个是你老孩咯 老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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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姚瑞 哎呀 哎呀 姚瑞 你把老孩想死我 你这玩意就受苦了 可这杂子都没吃嘛 人家都收了一大圈了 你哭啥子 你那样叫苟天亮 啥 我叫苟天亮 真的让我太感动了 让我想起了我的爸爸 从现在起 你不仅有了你的苟儿天亮 还有多了我这个人眼 高天亮 人妖人 你也叫天亮啊 你不晓得 当时有个凶身卧室的男人 正在嘴你的妖儿高天亮 在这千金玉花的时刻 我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她一看到我的出现 对着向我重来 钻进我的怀里 冥冥之中那么多人 她为了儿子只选择我的包袱 现在我才明白 因为 因为她想要我跟她是兄弟后 也是你的妖儿啊 妖儿 好好好 好好好 你救了我妖儿 还是该感谢你 不要这样子嘛 你要不让我奖赏你吧 嗯 我是你的粉丝 我要跟着你在福华大酒店上班 哦 原来你也是我的粉丝 到福华大酒店来上班 那就是谁 小伙子长得还称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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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 把她的排位给你 等一会儿 究竟还今天就办出这手续 大家都来认识一下 今天我们来的位新同事 从今天开始 他就跟我们一起共事 大家好 我是餐饮泰豆 豆花传人 生姜药的药儿 天亮 大家多关照 生姜药药 生姜药药 生姜药药药 你们看 生姜药的工资 都来我们酒店体练生活 你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认认认认认的工作啊 我马上要出差一个星期 在我不在的时候 希望大家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对了 马上有个重要客服 是做调味品的 他对生姜药药药药药 非常感兴趣 希望大家好好接待 今天放心 今天放心 作为生姜药的药儿 我觉得我应该认认真真地给大家做好榜样 小河 你过来一下 你叫哪一哈酒店的基本理理 在带来熟悉酒店的环境 好 我就吃菜去了 大家认真这个工作哈 今天慢走 今天 幹什么 带来 Moze mutê heiten 快走 把我感觉到 Gaston 小河 有点 好耶 大家不必举例 不必举例啊 喊我量果就可以了 量果 量果好 量果亲切 对对对 当然了 既然经理不在 我觉得呢 这段时间 我就应该对餐厅付起责任了 你们大家说对不对啊 健健有不量果 有不量果 有不量果 好 你们大家都去放 那我就放心了 现在可觉各位都忙去啊 忙忙忙 嘿咻 丁佑你 我饭过真的太刮了 真的是刮不兮兮的 背头盖盖跑到腹上来 安逸了嘛 身上的所有十万钱 全都用完了 我怎么办啊 我就 脑子才快差了 不想到好久才花了 我的钱啊 那三个人呢 来来来 你们啥哭哟 咋子都睡得着 飞爷 飞爷 我们在讨厌清朝 感受文化的气息 问得没 啥啥 我问大老 问到啥啥 我问到 富顺美女的味道了 嗯 这个地方美女太多了 一个比一个漂亮 一个比一个乖 对于我这条单身狗 拿个酒子才想走 漂亮 我也闻了 富顺豆河味道 太把食了 所以我一定要留下来 休息如何煮等会儿 哪有怒啊 我了个钱 这个高天亮 家里帮我还惨了 啥啥 全跑到富华大酒店 啥子不 惨 惨一步 惨一步短劲 你不敢 我了 真是惨 还这个啥子 太晚了 走 我了时间 来 江四伯 徐总 是专门做调料 有床 先生 这下来在我们酒店吃个饭 然后对我们酒店 咱们咱们 非常感兴趣 今天专门做调料 看我们的调料 希望以后有机会 跟我们合作 大家辛苦了 辛苦了 辛苦了 拿拿拿拿拿 哦 嘿嘿嘿嘿 徐总哈 徐总 你们公司有好大了 你们公司全都得下人不 可不可以买个孔能呢 养起 天亮 我怎么没看到你 哦 徐总 那是你 不是我的公子 天亮 啊 哟 哟 哟 生师傅的公子 生师傅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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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调料那么好臭 都是生师傅 平常的传途的 胎子技术 抵抗出来的嘛 哎呦喂 这味道啊 你是让生肉调服 让你混钱蒙了 你师傅摆了 我一直都想摆放 生师傅 先给他 好好地说一下 当然 能够合作 那就更好喽 怎么样 他让人家 身体还好吧 家父的身体一直都很安靠 那就好 那就好 我想我还你们公司 到底要好吗 少得好 少得好 跟福华大酒店 比不得 比不得 哦 那我就要把话给你说的前头 我们福生的传统工艺材 包括那个动物尔钻石 那是家父 又发明赚你的权利 你要是想偷偷摸摸地把这个秘方偷进去 闷头赚钱 还是不可能的 只有你把感谢的钱交了之后 我会让那些伤 大姨 大公子 你想多了 今天我来了 那是带你陈姨来的那是 陈姨啊 陈姨也不是嘴巴说 谁要看行动 行动就是交钱 交好钱 来 钱啊 好喽好喽 你们先吧 我就先不打到你们了 好好好 哈喽 你好 你好 主哥 我带你去参观一下我酒店的地方 哈哈 金莉 金莉 金莉你咋我把客人赶紧走了啊 哎呀 啥子赶紧走 我是在保护我们的发明专利权 这个年头 骗子多得很 我就说 多给他们心意儿 他都是老不辣 他都是完全算渣渣 你是不是见过有钱人我跟你说 他就是个骗子 小姑娘的钱 金莉 通过这个许总我发现 沈司夫的地位好高 人都不在这儿 都对他恭恭敬敬的 那当然 家父的名字 可以说是在江湖上 为政思汗 不要说得佛顺 就那权贵 可以说是正儿一龙 为政八方 兄姻赞助 高飞 嘿嘿 现在啊 很多那种渣渣老伯 都是想借助我家父的那种 知书 来发家知书 那当然了 你要想借助吗 需要给钱来对不对 至少要交给我一万块钱 我才让他休息 做菜的技术 高天亮 嘿嘿嘿嘿 我拿着去 好好好 好 我拿着去 好好好 坐 坐 坐 喂 高天亮 你现在可以哦 人家以前是凭猪中 你现在是凭爹哦 高天啊 你胆子太大了嘛 差一气骨里脏 还要这儿冒充 蹦土后 这么多菜都堵不在你嘴巴啊 吃了你妈话多得狠 你怎么一个人我又不走 不走 要好好地吃嘛 不要东说西说 来姑娘 试试 不敢动筷子 一会儿挨自杂个外奥 反正我跟你说啊 我是坚决不得出任何的欠你 平平我今天我要揭发你 我要揭穿你 你是高天亮 你不是啥子 生家药的儿子 带过来 我是不是生家药的儿子 不是你说了算 是他说了算 来来来 看看看 看看 这个外奥 是神 不 我老二送给我的 你说 我不是他的妖儿天亮 哪个是 你们看看 看看看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人家做得这样 天亮 看清楚 看哪儿办 看哪儿办 嗯 金牌为真 如家包吾还 我就是生家 他的妖儿 天亮 嗯 是 学的天亮 咱上面有点狗呢 哎呀 我说你们读个书没文化 你不懂说 一般有钱人家庭 为的狗儿 都是妖儿 我就是他的妖儿 哦 妖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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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是生家要的妖儿咯 哎 那妖儿吃了的蛋 老客买了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是吧 对 所以说我们兄弟们 叫天亮吃 对不对 你想一下高天亮 说句实在话 你欠我们的太多了 我们这样吃养症 大象都也扯平了 心头还舒服一些 对不对 说得真真 我们再美货星期 八千多年没有这份 就让他那么多讲课 就让他差不多知道 是哪个口袋 没有口袋 是孙师傅那个腰尔 两个 他好多朋友嘛 每天来鸡婆吃了 全部瓜子 孙师傅的老大都得 那孙师傅 晓不晓得是吗 不晓得嘛 那那有钱咋办呢 不晓得嘛 没有敢问 不敢问 那这钱咋过咋的 不晓得嘛 反正你不在 那就是老大呀 那是老大 那就是个普通的服务员 孙师傅说了 他只是来当服务员的 那那个腰尔 是他自己认的 根本不是孙师傅的亲儿子 哦 那是老大是胆子那么大 居然敢把许中的业务都拒绝呀 三三 看我咋就收拾了 我是身家腰尔的腰尔 你不能开除吗 我当然不要开除你 你还差九点八千多块钱呢 说嘛 咋整着 我老婆身家腰 他还给我换呢 那又不是你亲儿老婆 我找你亲儿老婆 我找你亲儿老婆呀 哦不 我找你老婆 吴小元呀 哎 你小子吴云 是个老婆啊 你高天长的名气 的夫人好大哟 老子不得 你看看嘛 我给你说 你不要给我耍着化妆 晓妮 晓妮 我求你 对我说你千万不能离开我 你不能抛弃我 你不能开除我 你还要是喊我经理 我没在的时候你就上天了 我那种妙态小 让我让你在这儿大夫 从明天去 你就不要再发费了 啊 晓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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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рим 开玩意 开玩意 大傻 先走 我答應了